各位朋友大家好 尚哥最近上传有关 矮瓜很多疗效 很多朋友都很有兴趣 也有人提及 内容只是关于西方的学说 我们中医对这个茄子的看法又如何呢? 哪些人适合食用呢? 今天再跟大家详细讲一下 以中医和营养师各方面的意见 介绍给大家究竟你适不适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茄子真的很多人认为它很有益 它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 因为它特别的地方有很丰富的维生素P 每100克就有720毫克 它可以防止微血管的硬化 以防心血管疾病 但是有很多年长的人就说 茄子不适合吃的 很湿热很毒的 现在中医师和营养师 就为你解释这个情况了 因为根据中医观点来说 茄子有清热止血的作用 是属于微甘性寒的 中医师周慧伦就说 茄子不能放太久 因为会产生茄简 即是龙葵素 吃得多容易会肚射 同时茄简有轻微的麻醉性 手术前不建议食用 那么营养师借疑方 又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关节炎 或者是不够肌肉疾病的人 不适宜吃那么多 避免影响你的康复情况 而中医师吴明珠就说 体药胃寒的人不适宜多吃 特别是孕妇 脾胃虚寒容易肚射 另外如果有二胃性皮肤炎的人 容易有苍蜃芥奶 都不适宜吃那么多 同时如果有虚寒的咳嗽症状 是不适宜吃的 最后有皮肤病的人 体内的湿毒是很重的 如果你真的要吃的时候 最好不要加大蒜辣椒 避免症状加烈 至于台湾高雄区的农情月刊 是关于农作物的资料 更加清晰 它说这个茄子是性甘渴 常吃可以凭血压 防止血管爆裂 尤其是老年人或肥胖的人 容易有血管硬化 微细血管生息破裂 形成鱼血指斑 时时吃茄子 可以增强血管抵抗力 文中提及 民间有人认为茄子是濕毒的食物 由濕热引起 瘡蜃芥奶的人 最好不好吃 其实它说这个多数因为炒茄子的时候 会加入很多蒜头辣椒 这些是刺激性的新辣配料有关 并不是茄子本身 它说如果你炒茄子的时候 不加这些辣椒大蒜 只是用豆豉或葱 它说就不会引起濕热问题 反而能够去濕烧肿 它说如果你的腸胃有寒气 炒这个时候加多些姜片或姜末 可以驱散寒气 更温中尼胃 吃多些都没有害处 但文中亦提及 虽然有益 但因为茄子性凉滑 所以肺寒、咳嗽、忌食 脾胃虚寒者不宜多食 而肠滑、辐射者就要神食 同时如果你茄子加蟹一起吃 就会导致辐射 因为蟹又是胜汗 茄子又是甘寒滑、利 两者都是熟寒性 一起吃你的腸胃就会不舒服 严重就会吐射 特别是脾胃虚寒的人 更加要小心 另外妇女经期前后也要尽量小吃 过熟过老的蟹瓜 吃了之后会中毒 不可以食用 而且它含有有发过敏的成分 多食物令人神经不安定 体质过敏者就尽量避开 特别是记住 蟹瓜一定要煮熟才行 因为它生的就含有龙葵毒素 所以大家要小心食用的时候 就得到茄子的益处 如果你是属于其中提及不适宜的人士 那你就要神食了 多谢大家收听